1982年夏天,朱莉亚已经离开5年了, 莎拉已经8岁,尼古拉已到中年。 朱莉亚离开后,莎拉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 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面对这个问题,尼古拉不知该如何回答, 只是说,我不知道。 莎拉说,同学告诉她, 如果爸爸这么说,就表示妈妈已经死了, 如果妈妈真的死了,你一定要告诉我。 此时的朱莉亚把头发染成了黑色, 回到了罗马,她接到了一个暗杀任务, 目标是一名政要,也就是尼古拉的妹夫卡路。 朱莉亚远没有自己想象中的坚定, 她通风报信,将此时告知了尼古拉的妹妹。 谈及莎拉妹妹说,没有了母亲的陪伴, 莎拉闹出了不少糗事。 有一次,尼古拉带她去看电影, 莎拉突然在电影院里大声问, 来月经是怎么回事? 尼古拉只好在大庆广众之下向她解释。 朱莉亚感慨道,尼古拉一点也没有变, 无论老幼,无论是精神病人还是正常人都喜欢她。 临走时,朱莉亚希望尼古拉能带上女儿莎拉和她见上一面。 思虑再三,尼古拉还是带着女儿来到了博物馆。 这天正是意大利队世界杯的决赛日, 博物馆里空无一人, 朱莉亚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尼古拉没有转身, 莎拉转头一瞥, 母女俩拭目相对, 可那双童真的眼神里却只有陌生, 她已经不认识她这个妈妈了。 呆自片刻后, 朱莉亚转身离开, 只是她的步子走得很慢很慢, 生怕女儿的声音永远消失在耳边。 意大利队夺冠了, 似乎全世界都在欢呼, 只有她正醉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1983年秋天, 马迪奥调往罗马警局, 加入了新成立的特工处, 从事反恐, 缉毒的工作。 马迪奥一眼就看到了朱莉亚的照片, 她问道, 如果遇到这些人该怎么办? 同时说, 上级的指示非常明确, 直接开枪。 这天, 马迪奥的图书馆竟然再次遇见了那个, 有过一面之缘的女孩, 米莱拉。 正是因为她当年的建议, 米莱拉才选择来到罗马, 做了图书管理员。 米莱拉一眼就认出了这个自称尼古拉的男人。 面对这场缘分的安排, 米莱拉不想再错过, 她用自己的身份证帮马迪奥借了书, 还邀请马迪奥共进午餐。 共序前缘中, 米莱拉毫不掩饰对马迪奥的爱意, 她曾无数次在梦中与马迪奥重逢。 在米莱拉大胆炽热的示爱下, 马迪奥内堵寂寞的城墙终于瘫落了, 她们开始像所有情侣一样约会谈心, 品尝街边小吃, 打保龄球。 米莱拉会在进球的狂喜中, 主动热吻马迪奥, 可马迪奥始终犹豫不决, 她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份突如其来的感情。 思索在山后, 马迪奥谎称, 明早她会出差, 直到7号才会回来, 到时候她会去图书馆接米莱拉。 本以为这盆冷水可以冷却彼此发烫的身躯, 可此时的米莱拉早已深陷勤往, 庞陀大雨中狭小的车厢里, 一场放纵的雨水之欢, 似乎预示着新的开始, 又似乎预示着悲剧的开始。 那夜过后, 马迪奥度日如年的揣度者日历上的日期, 7号那天, 米莱拉痴痴地等候着心上人的到来, 马迪奥来了, 可她没有下车。 苦等无果后, 米莱拉失落地离开了, 紧随其后的马迪奥在一个岔路口挣扎纠结, 最终她选择了逃避, 并非是她不想要这份案, 而是她太想要, 可她是一团火, 燃烧自己的同时也会灼伤他人。 临近年尾, 米莱拉带着莎拉来到了妹妹家, 妹妹已经有了两个孩子, 生活幸福美满, 可现在外面形势严峻, 卡路一只随身带着保镖, 红色绿四处暗杀法官、政客和警察, 意图在混乱中颠覆政权, 尼古拉建议卡路出去躲一躲, 卡路却表示绝对不会向红色绿低头。 1983年的最后一天, 马迪奥正在处理一起贩毒案件, 一个满身同臭的酒吧老板颠倒黑白, 买通一个穷人当替罪羊, 替他背下了全部罪舍, 受害者的沉默不语, 让马迪奥痛心不已。 就在这个时, 米莱拉找到了警局, 她通过保镖球馆的员工, 打听到了她的真实姓名和身份, 她质问马迪奥为何欺骗自己, 你不叫尼古拉, 你是马迪奥, 马迪奥回道, 我可以向你解释, 但不是在这个时间, 在这个场合。 米莱拉说, 你之所以喜欢书是因为, 你可以随时丢弃它, 但人生不一样, 不是你说怎样, 就怎样。 听到这句话, 马迪奥去而复返, 你错了, 我总是自己做主, 不跟你见面, 也是我自己做出的决定, 我是垃圾, 我是人渣, 你可以离开了吗? 回到审讯室, 马迪奥将满腔怒火, 倾泻在了那个毒贩身上, 同事极力劝阻, 马迪奥愤然的指责那个穷人说, 你要明白, 他才是无辜的, 离开警局后正值新年之夜, 马迪奥还是决定去与家人团聚, 母亲欣喜万分, 又是一次难得的家庭大团圆, 兄弟姐妹们欢聚一趟玩着纸牌游戏, 可却不知道为什么, 马迪奥似乎总是与这个欢乐的大家庭格格不入, 他只好独自一人来到母亲的卧室, 竟然发现母亲把他小时候的成绩单挂在床头, 母亲自豪地说, 成绩全部都是A, 马迪奥曾经是这个家里独一无二的骄傲, 看着马迪奥, 母亲既满心欢喜, 又那么小心翼翼, 似乎是不敢触碰这个近在咫尺的儿子, 过了一会儿, 马迪奥拨打了米莱拉的电话, 试图向他道歉并解释今天的事情, 可愚弄未消的米莱拉一直没有接听, 马迪奥无所适从, 只好又编了个理由, 办公室还有钥匙, 他可能无法留下来等到租酒, 母亲说, 不要紧, 你来以示一份大礼, 接着趁家人不注意, 马迪奥不告而别, 截然一身回到昏暗的出租屋内, 思虑良久后, 他再次拨打了米莱拉的电话, 母亲的爱一直都是灵性的火种, 忽明忽灭, 而此刻, 马迪奥更希望, 米莱拉的原谅是一束火, 能把他点燃照亮, 可正在气头上的米莱拉并没有接起电话, 马迪奥一遍又一遍的拨打, 像是溺水前的挣扎, 当米莱拉终于接起电话时, 马迪奥却放弃了, 随后他翻了翻冰箱, 食物已经变味, 一点能吃的东西都没有, 他接了杯自来水, 新年即将来临, 电视里播放者欢快的歌曲, 窗外开始燃放烟花, 马迪奥走到阳台, 给房顿的花浇了水, 摘掉屎叶, 然后脱下鞋子, 走进房间, 重重地关上了并不隔音的门窗, 新年的钟声敲响了, 电视里的住酒仪式开始了, 全世界都在欢呼和庆祝。 烟火最璀璨的时刻, 马迪奥以生命为燃料, 闪现了最缤纷的瞬间, 而后消弥掩灭, 不是这个世界容不下他, 而是他容不下这个世界, 他容不得自己活在这样的世界里, 悲伤后知后觉地席卷了整个家庭, 尤其是母亲, 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 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恶号, 母亲失神地抱着马迪奥生前最爱的书, 仿佛抱着年幼的儿子, 接着他又狠狠地把书扔向远处, 他想要的不是这些书, 而是活生生的马迪奥。 尼古拉对姐姐说, 我爱马迪奥和朱利亚, 但我没能用这份爱去维系他们俩, 我崇尚自由, 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利去享受他们喜欢的生活方式, 但我没有想到自由的代价是死亡。 尼古拉突然意识到, 不管是朱利亚还是马迪奥, 他都应该及时阻止他们, 而不是让他们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冒险。 姐姐安慰尼古拉并聊起了一些往事, 我仍保留着1966年你在挪威寄给我的明信片, 信上写着, 事事总是美好的, 后面还有三个感叹号, 现在的你仍然认同这句话吗? 尼古拉笑着说, 我一直认同这句话, 只是不再认同那三个感叹号。 这件事情之后, 尼古拉做了一个决定, 他大意灭亲举报了朱利亚, 朱利亚被捕入狱, 尼古拉不想这么做, 但他不能眼睁睁看着朱利亚杀死无辜的人, 或者被他人杀死, 也和马迪奥一样为了自由付出生命的代价。 尼古拉还把朱利亚的事告诉了佐珍, 而关于马迪奥的事, 他却不知如何开口。 在这个女孩的脑海里, 马迪奥还是那个浪漫热烈的少年, 尼古拉仿佛一下子苍老了许多, 佐珍站在他的身后, 默默地倾听着, 然后轻轻地触摸着他的脸庞, 一滴眼泪无声地滑落。 监狱里, 尼古拉带着莎拉前去探望, 朱利亚, 两人一直都没有举办婚礼。 这次, 尼古拉正式向朱利亚求婚, 可朱利亚却拒绝了。 尼古拉说, 莎拉已经快忘记你长什么样了。 在尼古拉的反复啃酒下, 朱利亚终于温软了下来, 见到女儿朱利亚强颜欢笑。 莎拉抬起头看着妈妈, 有些好奇地问, 你不是金发吗? 朱利亚说, 会变成金色的。 后来, 尼古拉给朱利亚寄去了 巴赫和贝多芬的钢琴谱。 朱利亚翻看着这些约谱, 修长的手指轻轻划过, 一串串音符好像也随之跳动。 那些美好的时光在她脑海里美妙了起来, 她脸上闪出一抹久违的微笑, 可很快, 她就慌乱地让人把邮件全部退回。 1992年春天, 尼古拉已过不惑之年, 冰角微霜, 莎拉已经18岁了, 和朱利亚一样激进浩强, 对于一些有两面性的事物, 她只觉得自己那面才是正确的。 每当尼古拉提起母亲, 莎拉总会说,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她最痛恨那些, 犯了错, 却不肯承担责任的人。 当初母亲不管不顾地参加了红色旅, 是头脑发热, 不成熟, 现在拒绝家人探视, 是自暴自弃, 这样的人不值得等待。 一次尼古拉去米兰出差, 意外在街头看到了马迪奥的大幅海报, 原来是米莱拉在办摄影展, 那张照片就是他和马迪奥在西西里第一次见面时拍的, 标题是自称尼古拉的马迪奥。 尼古拉买下一本影集送给了佐珍, 佐珍看一眼便断定, 照片里的马迪奥正在和摄影师交谈, 他们肯定认识他要去和这个拍摄者见面, 可这次尼古拉却拒绝了。 经过了马迪奥的事情后, 他再也不会轻易放纵身边的人去追求所谓的自由, 其实经过他多年的悉心治疗, 现在的佐珍已经拥有了独立生活的能力, 可他却始终都不肯出院, 或许是因为他找不到出去的理由。 当晚佐珍连夜逃出了精神病院, 他抱着马迪奥的相册穿过四下无人的街道, 不假思索地来到了火车站台, 可他不知道该搭哪趟列车去寻找那个拍照的女人。 尼古拉找到佐珍, 他不会再带他回精神病院, 因为不知不觉中, 他已经克服自己走了出来。 佐珍住进了由政府提供的公寓里, 像正常人一样工作生活。 他对尼古拉说, 我要感谢你。 尼古拉却说, 不, 是马迪奥让你走了出来。 经过一番长途跋涉的循迹, 走过马迪奥曾经来时的路, 在马迪奥曾经坐过的地方, 尼古拉见到了米莱拉。 米莱拉说, 这就是当初他和马迪奥相识的地方, 照片就是在这里拍的, 他当时声称自己叫尼古拉, 再次谈及马迪奥的离世, 这个世界上最理解和最爱马迪奥的两个人, 再也忍不住地靠在一起痛哭流泣。 米莱拉说, 他有一个七岁半的儿子, 名叫安德里亚, 独三年级和马迪奥一样英俊。 尼古拉和米莱拉像家人一样拥抱彼此, 泪流满面,生命是理性的, 生活却是感性的。 尼古拉端详, 倦克, 安抚着每一个转策不安的灵魂。 他觉得世界可以变得更好, 也许正在变得更好, 或许还会变得更好。 听到这一消息, 母亲也喜出望外, 感到莫大的慰藉。 安德里亚是马迪奥生命的延续, 他不远千里来到了西西里, 见到了心心念念的孙子。 母亲把对马迪奥全部的爱意与亏欠, 都弥补在安德里亚的身上, 他决定辞去教室工作, 一心一意陪伴孙子。 母亲找到了精神寄托, 尼古拉也放心地回到了都林, 并在假日闲暇之余, 往返于都林和西西里。 1995年春天, 尼古拉收到了米莱拉的来信, 母亲已经在几日前于睡梦中安然离世, 她走得很安详, 没有一丝痛苦。 和父亲一样, 母亲在弥留之际交代说, 要等她去世后再把消息告知大家, 因为她不想给任何人增添愁苦。 面对生命的无常和悲欢, 尼古拉不再像年轻时那般大悲大喜, 淡淡的忧伤划过之后, 一切归于平静。 尼古拉回到西西里草木时, 安德里亚好奇地问, 我父亲是怎样的一个人? 尼古拉说, 他像阿卡留师一样勇敢和悲伤, 有些人生于世间, 因为他们太美好了, 所以上帝总会提前把他们召回, 但上帝会让他们留下印记, 让后人不会忘记他们, 而他的儿子就是他留在人间的印记。 安德里亚笑了, 尼古拉指责远方说, 那里叫北角, 是我和你父亲年轻时都想去, 但却没有去成的地方。 安德里亚说, 是上帝把父亲召回了, 尼古拉肯定地点了点头, 在送尼古拉离岛的船上, 米莱拉想让尼古拉留下来, 他会带尼古拉去他喜欢的任何地方, 法国、希腊甚至是非洲。 尼古拉没有说话, 两人虽暗身情愫, 可却都没有勇气再往前探寻, 因为他们担心这份情感, 会亵渎对马迪奥的思念。 2000年春天, 沙拉即将成婚, 一家人来到了托斯卡纳的别墅里, 这里新建了果园和游泳池, 种上了棕榈树, 安德里亚也长成了大男孩, 正在疯狂地追求心爱的姑娘。 米莱拉与尼古拉早已不再年轻, 再次重逢, 虽心有灵犀, 却依旧不敢余拒, 沙拉告诉尼古拉, 母亲给她寄来了一封信, 信里写道, 亲爱的沙拉, 我现在在佛罗伦萨的图书馆工作, 我找到了一张1966年拍的照片, 你一定想看看你父母年轻时候的样子, 他们曾经是一对开心的情侣, 虽然后来发生了不幸的事, 但这与你无关, 我要重新开始远离所有人, 我知道我的出现会引来麻烦, 所以我不想让任何人困扰。 沙拉问父亲, 我该怎么办? 尼古拉说, 那要看你现在是否开心, 如果你开心, 那就宽恕她吧。 沙拉听从了父亲的建议, 下车前往佛罗伦萨, 她买了一束花守在图书馆门口。 沙拉怀孕了, 她想让母亲为她弹一首曲子, 朱利亚却面露难色,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弹琴了, 况且我还要先征求神父的同意。 沙拉说, 我只不过要求你做一件事, 你去找借口推堂, 当年你能反抗整个世界, 现在竟然说要征求神父的同意。 迟疑片刻, 朱利亚奏响了教堂的电子琴, 一如当年她和尼古拉相遇时的那般, 晚上沙拉躺在朱利亚的身旁, 像个婴儿一样安然入眠, 这一刻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深夜, 酒汗而热之际, 卡路是醉非醉的对尼古拉说, 不要视马迪奥为障碍, 如果你俩继续有这个想法, 最终你们会憎恨于他。 第二天, 吃过早餐后, 尼古拉和米莱拉在乡间散步, 绕过幽暗, 汤过妮妮, 绿意见圣, 阳光见浓, 两人满腹心事, 却不知该如何开口。 恍惚中, 马迪奥仿佛出现在两人身后, 轻抚他们的双肩, 陪他们走过一段难忘的路, 接着他停下来, 微笑地目送两人走远, 尼古拉搂住了米莱拉的肩膀, 米莱拉和他相似一笑, 最后他们坚决地拥吻在一起。 2003年, 挪威又是一个春天, 安德里亚带着女友, 沿着当年尼古拉旅行的路线, 来到了欧洲的最北边, 北角, 他完成了父辈们没有完成的理想, 在给尼古拉的信里, 他写道, 亲爱的伯伯, 也许我应该叫你父亲, 亲爱的尼古拉, 我们终于到了这里, 我看见午夜的太阳消失在海平线上, 但没有进入海里, 那一刻, 我想起了爸爸, 妈妈, 还有你, 你常常说, 世事总是美好的, 我觉得你说的完全正确, 一切真的很美。 《灿烂人生》是马可·图里奥·吉奥达纳指导2003年上映的作品, 正是一部被誉为意大利平民史诗的电影, 也被誉为人生不可错过的六个小时, 因为它是一部包含了历史、政治、人文、家庭、亲情、友情、爱情, 以及自我的宏伟巨字, 六个小时的电影时长, 本就是对观众的一种挑战和筛选, 我们还是以情感和自我方向来唠唠这部影片吧。 电影主要以马迪奥和尼古拉的命运经历为主线, 讲述了一个意大利多口之家, 在动荡不安的历史浪潮中, 浮浮沉沉, 风风雨雨的人生故事, 影片抛出了每一个时代, 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问题, 那就是面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 我们究竟该如何去爱他, 或者改变他呢? 是该像马迪奥一样宁为玉碎, 绝不妥协, 还是像朱利亚一样, 飞蛾扑火, 颠覆一切, 亦或是像尼古拉一样, 温润如玉, 力图改善。 对于马迪奥这样的悲剧人物, 我突然想起了我们前段时间解说过的南海十三郎, 他们都是同样的人物, 不会对这个世界的肮脏妥协, 他们是理想主义者, 犹如神话英雄一般, 勇敢和悲伤, 他们太美好了, 所以上帝总会提前把他们召回, 也正因为如此, 虽然他们很爱这个世界, 但却没办法改变这个世界。 对于朱利亚, 他与马迪奥有相同之处, 也有不同之处, 和马迪奥一样, 他急切而热烈, 面对这个不完美的世界, 马迪奥是对抗, 而他的选择是改变, 或者说是颠覆, 他迫切地想要以自己的方式, 改变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 甚至不惜以极端的方式成为破坏者, 他认为要想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首先就要毁灭现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 可毁灭之后呢, 重建之后的世界就会变得更好吗? 而对于尼古拉, 他是讲究务实的, 他和朱利亚一样试图改变这个世界, 如果说朱利亚的改变是推导重建, 那尼古拉的改变则是修补和修复, 而与弟弟马迪奥的绝不妥协恰恰相反, 尼古拉改变世界的方式正是妥协, 他接受这个世界所有的不完美以及运行规则, 然后缓慢的, 温和的, 一点一滴的寻求改善, 我们都想成为尼古拉, 但却始终无法摆脱马迪奥或是朱利亚, 成年之后, 我们常常会对这个世界产生怀疑, 并产生强烈的与之对抗的情绪, 就像马迪奥一样, 不相对不公平以及肮脏妥协, 或者又如朱利亚一般, 渴望颠覆式的狂热, 但其实, 我们心里都很清楚, 我们没办法成为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我们只会慢慢成为他们的综合体, 我想, 对于普通人来说, 年少时, 我们都成是马迪奥, 成年后, 我们可以是朱利亚, 但中年后, 我们当做尼古拉, 因为这个世界永远都不会完美, 而我们却需要坚信, 世事总是美好的, 我们终将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点, 或者让身边人变得更好一点,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记得关注, 点赞, 加评论,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